数字 这个好像在 其他的语言也有类似的 像说Java 像开发APP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就是不能用数字开头 一定要用英文字开头就OK了 所以大概会有这些 所以第一个字是不能是数字 那另外的话不能有什么呢 除了underlight的以外符号 所以你特别说underlight可以 但是其他不行 所以underlight其实是 不管闲来一种语言 我都很喜欢underlight 我一定不会用那个减的符号 那个minus 因为那个minus太危险了 常常出错 错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就是不行用 它就有一个固定的规则 那其实我们 当然就是要把那个规则熟悉 另外保留字 里面有一些保留字 当然也不能用 其他的话大概 再来的话 我们上礼拜有讲的一些 最后把它 卡罗沃的把它冲击成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就是比如说加 乘 有没有 另外这个乘乘 乘乘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 三的乘乘 实际上是三的平方 OK 三的平方就这样的叙述 OK 其他的话还有除 加减乘除 我想这个各位可以自行在练习把它print出去 反正就把结果给练习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它的比较常用的那个资料行别 主要当然就是string 另外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是string的话 这个地方用双尾套也可以 但是你用单尾套也可以 其实都可以就麻烦了 到底用哪一个 像我的习惯 刚才你怎么用双尾套 为什么 其他语言都用双尾套嘛 那你用单尾套一下感觉 不同 反正就统一啦 所以当然两个都可以 但你不能说你一边用单尾套 一边用双尾套 那当然不行 一定要两边都一样 再来的话 int 整数 那float的话就是有小数点 OK 其他的话还有像list 上礼拜有提到 list里 外面一定是一个 这个 中瓜湖 然后里面你可以看 你要放几个资料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连续的 这有点像 这什么 一个阵列吧 那如果你用israel来 比喻的话 就是一个范围 连续的范围 那特别注意 那个以前在处理阵列的时候 一定要同一种资料形态 比如说你可能要数字 全部都数字 文字全部文字 但是list它有个特色 它可以放各式各样不同的形态都没关系 这点导致跟那个israel还蛮像 israel的出唇歌 有没有 你随便放嘛 你到时候再转型就好了 有没有 大家那一样的概念 它不以强调说你要用什么样的 先预设什么样的形态 反正呢 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会有一个弹性 OK 所以这个大概跟各位做说明 另外你可以用type type这个指令的话呢 可以去查看 比如说你现在把那个x等于1234这个放进来 它会返环告诉你说这里面是个list 会告诉你说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那特别注意其实派场里面常写错程式大部分都是形态搞错了 尤其是那个字串跟那个什么int啦 这个转型可能要注意一下 还有frost如果没有 你小数点呢 你也不能把它当整数 你把它当整数的话 你小数点可能就不见了 或者不相容也不行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个转型过程 这个可能要稍微处理一下 那程式如果有中文字的话 我前面展过 加一行 再不然呢 就是设定 设定我觉得一劳永逸 以前是当然刚开始都打 我后来发现 每次都打太麻烦了 那打到最后是已经都背起来了 什么coding 冒号UTF8 这个很简单 但是每次都要打还是麻烦 干脆呢 你就把那个workspace里面设定好 就一劳 以后就不用再管了 OK 那所以呢将来你们可以练习 也许可以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var 就是变数的一个模组 然后在里面的话呢 撰写一些层次 那再来的话呢 转型常见的就是float 后面呢 比如说你要转成float 就是有小数点 那就加一个float在前面 int就是转成整数 string就是转成 那个字串 OK 转型 我想应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比如说x等于123456 它是一个字串 那你把它type出来 它一定告诉你是一个string OK 那假如说呢 你把它里面加一个int 再type出来 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我想你可以试试看 也许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边列集一下 用type做一下练习 列集一下这个type 首先的话也许你可以再到你的python 打开的话它会问你说你的workspace在哪里嘛 对不对 所以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东西都在放在c别里面 那比较重要的目录大概浏览一下 我是建议这个一定要慢慢熟悉 第一个呢我们Eclipse的目录一定是放在这里的 那我有讲过为什么 因为我加个底线Eclipse 因为它是一个可吸的版本 所以其实你如果要把这个环境抠回去的话 你一样把它丢到基点或地点都OK 第二个话呢我们会有建一个什么呢 往下走 这边有个什么 python的workspace 那我习惯呢一样 在前面加一个python底线workspace 那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建立了一个test的专案 它就会自动帮我丢到 丢到这里面来 它的结构呢一定是长这样子 你把它打开 它一定是一个test 你会发现其实在workspace里面 一个专案就是一个什么一个目录 OK 然后里面的话你可以再把它点进去 有没有 那我们底下不是有一个pi 就是这个package1的那个 你会把里面有个目录 它在这边有相关的设定档 打开来的话呢 其实你会发现你放的东西就在这里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实体目录 OK实体目录在这里 比如说当然你可以把它测试 将来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建议不要在这边删 你可以在这边把它按右键删除 它这个方案就被你删除掉了 所以刚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目录 当然你未来你可以把它备份的话 你也可以备份到你随身碟 然后呢在你家里的或者你电脑公司的电脑 也可以把它再备份一下 这第一个开发环境 工作有没有 这是project workspace工作区 另外我们派上3632在这里 所以未来这三个也许你要备份的话 记得就把这三个扣走就OK了 好那另外的话呢 一样我们就是上就是昨天的部分 那个上礼拜部分的话 我们就新建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专案 你就不用重建了 我们在test里面呢 记得在那个package的下方 内有一个什么 内有一个这个 一样是一个module 所以它结构一定是专案 下面是一个package package里面呢就是一个module 那比如说我要测试什么呢 测试我刚刚那个 比如说我测试一个var 变数好了 假设这个或者叫type也可以 比如说我要测试一下type 那这个type的 特别是键之后它empty好了 我们就空的 那把这边把它删掉 也许各位可以试一下 就刚刚讲的 比如说我现在转型之后 如果我转型前 它type是什么 转型后type是什么 也许你可以问到后面 你可以用printer 把它printer出来就知道了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第一个 一定要熟悉那个 我们的开发环境 反正以后到最后一周 都是一定会用到这个环境 所以这个一定要熟悉 第二个就是慢慢要熟悉 那个建立专案的流程 专案 package 然后以后写程式一定会是在module里面 这个概念跟VBA也蛮像的 VBA里面要开发一个新程式 也是在module里面 开始撰写程式 某些地方都还蛮相似的 所以我会把一些 可能一样的部分就不用讲了 不一样的地方我会 方都会点出来 那以后我是建议 如果一样的东西 你也可以试着VBA 也可以试着写写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杰森